大家好 我是真一貞 歡迎收看真心話大冒險 福安寶寶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真心話大冒險 每個禮拜二下午 四點鐘到五點鐘的時間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重量級來賓 就是我們的楊永明教授 教授 晚安 一貞 大家好 教授 今天要來跟我們分析 最近我們說海峽兩岸中間 中國的解放軍 也來闖入了ADIZ的西南識別區 然後呢 美國的偵察機也來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正好最近有很多的國外官員 也來到臺灣 這是不是有關係的呢 包括菠蘿的海三小國 還有美國的議員 都在這個時候訪台 接連飛機的順序不一樣 今天我們都請到了楊教授 要來跟我們分析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一口氣 27架軍機又來到了 我們說侵擾識別區啦 這個部分 這一次呢 大家比較關注的是 因為還看到了陸軍的 解放軍機的加油機也來了 運油20 然後還有一架是 我記得是烘油6 兩架的加油機 你要如果以我的這個 濁艦喔 有了加油機出動就代表著 戰機的航程就可以更加的佈局 可以更加的遠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就形成一個就是它的 這個作戰能力的擴大 做到這個整個它飛行的這種距離 可以加大 那以前美國要轟炸這個利比亞的時候呢 曾經也就是說 派很多架的這個空中加油機 美國叫空中加油機 這邊叫運油20 然後呢 延長了就是戰鬥機或者是轟炸機 它的這個航行的這種就是 這個等於距離 那當然就形成 特別在台灣這一塊 我們這邊有一個圖有沒有 對不對 有 那就是28號 28號的時候呢 就是整個從西南角的風域這邊 但是呢 微向右轉 對 微向右轉 航程公然微向右轉 那其實往略向北飛 有一點貼著就是 我們所畫的這個就是 防空識別區 那因為為什麼這邊缺一個角呢 因為這一邊其實是跟 日本這邊的就是 這裡不是日本的 這裡是在巴斯海峽這邊 然後也就是說 其實是跟著我們的 臺灣這個地形的方向這樣子走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防空識別區啊 其實是一個大的這個長方形 對 一個很大的範圍 實際上在上半圍這個部分呢 這邊 我每次一定要提到這一塊 讓大家有所瞭解 也就是說在我們的防空識別區啊 其實上半有一半的左右啊 其實已經涵蓋到中國大陸的 重疊的 對 也就是說大陸的飛機啊 你只要在那邊一起飛 它自己的這個機場一起飛 它等於就進入到我們防空識別區 一起飛就闖了 所以其實不同的意涵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大家對於就是說 報紙上媒體上經常說 解放軍 解放軍軍機 進入到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對不起 人家一起飛 就進入到我們的防空識別區了 是 對不對 還是沒有起飛 就已經停在我們的防空識別區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看 它從哪裡起飛飛到哪裡呢 對 尤其是進入哪一個這個層面 然後這個層面 如果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 也許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但是不斷的發生 你就知道它是真的要來去 給予台灣的一種警示的作用 還是說它其實是要針對 對美國的或者是其他外國的 這些軍機 或者是說這個上一次 在就是沖繩西南外海的軍事演習 海軍的演習 大規模演習的作為 這一次 很明顯 這次是什麼時候 這次很明顯是針對 當然是針對台灣的一個警示 是 時間點 11月28號 11月28號 總共你看多少 大概有27架 對不對 27架 那中間因為它又往北飛 然後又略向右轉貼的 這個航空識別區 然後又繞回來 所以針對轟6以及 1100 1010 1016 尤其是1100 應該算是空戰這個 都是攻擊機 對 那提供就是說 空中加油的這個作為 一方面當然也是它自己的演訓 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展現它有這樣子的 空中加油增加航程的這種能力 也增加了就是說 對台灣的地面的威嚇 這就是 這個這架是 這什麼 運20 一台肥機 運20 運油20的空中加油機 那也就是說其實在讓台灣 在台灣的這個周邊 形成一種類似的這種 作戰的走廊 也就是或者是運油的 這樣一個走廊 具有某種程度的 遠征的這種作戰能力 那這個當然跟過去 很不一樣的意涵 所以你看每一次 每一次解放軍的軍機 的這種進入到我們的 ADIZ 台灣的ADIZ 以及在針對 就是特別東海岸部分 的這個進行 那其實是有在增加他的各項的這個能力 不過先說這個 他為什麼在7 這個11月27 28號呢 因為那天其實剛好就是 波羅的海三小國 的三國的十位議員 到達台灣 我敏感的波羅的海三小國 立陶宛 立陶宛我想最近事情 應該大家都很這個了解 那另外一個艾莎尼亞 拉脫維亞的議員 他們政府到目前為止 沒有做任何的這個動作跟表態 可是三國的友台小組的議員 十位 共同的到台灣來 這個其實我覺得 是在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11月28號 解放軍27架飛機 會共同的用這種編組的方式 而且搭配著運油20 延長軍機的這種作戰航行的能力 展現出他在空中加油 以及就是空中的這種遠征 這些飛機遠征的這樣能力 那這個當然就會對 你說台灣還有遠征嗎 這麼近 但是這個不一樣的意涵 也就是說他其實 因為整個就是在比如說 台灣的這個兩岸之間的台灣海峽 他事實上在某一個這個空域當中 比如說這個距離地面多少公尺的空域當中 飛機不能擺太多 那事實上你太多的話 你不可能所有的飛機都到這邊來 那因此如果他同一時間的這個飛機 他的這個航程的能力增加的話 那當然對於就是相關的 作戰的策略的話 就可以有變化了 尤其是就是電子作戰機 電戰機 電戰機其實他就會去收集 這過程當中會收集所有 這個地面的雷達或空中的這種偵測 然後立即的可能會給予一個反應 或者是說這個反制 然後同時給予就是同型的 這個同組的其他的不同的 這些戰機一種掩護 所以電戰機事實上在這樣子 一個編組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電戰機他的這個航行能力的話呢 往往就是取決於 他到底那個空中停留多久 通常一個飛機出去 他因為如果一定是裝載的 這個等於炸藥啊 這個飛彈呢 盡量就是滿載 或者是達到他這次航行 這個航程的這種攻擊的目標 的這樣一個裝載的這個能力 那你當然你的油就不能夠滿載嘛 是 為了要載比較多的 這個彈藥的關係 因此像一台比如說殲16 他載的油就是大概6噸左右吧 那可是呢 空運這個運20呢 他可以站在他可以站在 大概35噸到40噸的油 就是那位 6噸這個胖胖機 這個運20他可以站到 35到40噸油左右 35到40噸 因此你當然就會提供給好幾架 戰機 好幾架戰機有空中加油的能力 那這些戰機當然就具有 第一個他可以裝載更多的 這些彈藥或者是飛彈 第二個呢 他的整個最重要的是 他整個這個航程 時間範圍都會增加 或者這個都是空中加油機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一個原因 你在任何的航空母艦 的這個搭載當中呢 其實都會有一艘兩艘 甚至更多的就是說 空中加油機的這個需要 那他就可以增加 航空母艦上面的 這一些這個轟炸機 戰鬥機 他們的這整個作戰的 半徑的範圍對不對 你就不需要再降落 然後再起飛 然後再飛回你的基地 然後再重新來一次這樣 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 F-1的那個跑車的那種比賽 你落落落的時候 那個油眉你必須要回到 然後就是這個休息 或就是說這個維修戰區 要去加油啊 去換輪胎 但如果說你的輪胎夠好 你的油夠多 你基本上就少了很多的 這個時間 可以少進場一次 那當然同樣的道理 在整個就是說 就是飛機 空中的這個戰略佈局的上面 是一樣的 對 那教授我想問喔 以前啊你知道嗎 大家我有看到一個報導 他說你看喔 常常喔 幾乎啦 現在是三天兩頭 這個解放軍的軍機 就會有報導說 侵擾西南防空識別區 從一開始單架次 然後到慢慢的 飛機越來越多 到現在編隊 再到現在有加油機的出現 這個是有什麼樣的 象徵意義 接下來教授繼續來分析 雖然說我們沒看到 可是我去花蓮的時候 欸感受就蠻深的 因為台北不會有那個 太多的這種戰機啊 起飛 但是我那時候去花蓮的時候 就發現哇 突然間 空中就會有那種 轟的聲音 因為花蓮 花蓮的 花蓮的這個民航機場 跟它的G機場就在隔壁 對 所以你就會看到 那種感受特別強烈 對 那尤其是它那邊 是比較窄俠型的 就是貼的山脈嘛 貼的山脈 那因此這個你就在當地的 任何的試飛就感覺很深刻 那我要這邊講的 另外一點就是 它為什麼這次要這樣子做 明顯是針對臺灣 而且展現它的作戰的能力 以及特殊的就是更進一步 甚至空中加油遠征 然後增加它的這個續航力 的這些的這種 編隊性的這種航行能力呢 我覺得當然我就剛剛提到了 這是針對28號就是 波羅的海三小國的 十個議員來臺灣 那臺灣在這一次過程當中 和波羅的海的那個立陶宛 就是在那邊設立臺灣代表處 形成了就是立陶宛 跟中國大陸的 嚴重的外交上的事件 對 就是 朱立陶宛 臺灣代表處 對 那立陶宛 雖然第一個 它把那個英文的名字 有沒有看到 那叫做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對不對 它不是用臺灣 也不是用台北 對 臺北OK 臺北OK 其實北京這邊說 希望他們能夠改為台北 我們在別的地方改為台北 我們在每位叫台北 都沒有問題 那但是呢 用Taiwanese 就當然跟臺灣的意涵略為不同 可是呢 當然這中文都叫臺灣代表處 那中國大陸這邊是強烈的反對 那中國大陸這邊是強烈的反對 然後呢正式的就是把這個大使的這個 大使館呢 降為叫代表這個代辦處 代辦處 又換個單換個招牌了 然後也叫立陶宛 幫這個把就是在北京的這個大使館呢 改為叫代辦處 代辦處 這樣子的一個外交事件很清楚 這是美國透過立陶宛 然後呢 其實也是在透過立陶宛 在打臺灣牌 他不是在打立陶宛牌 這個事件他不是在打立陶宛牌 他是透過立陶宛 在打臺灣牌 這個事件很清楚 我們在這邊不要在隔山看虎鬥 這個我們根本就是 等於是世青宮等於親自的 在這裡面被運用成為一張牌 一個籌碼 一個旗子 然後美國呢 其實是在測試 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 以及在一中原則上的底線 可以忍耐到哪裡 現在在測北京 可以忍到什麼樣的程度 美國就是透過立陶宛 在打臺灣牌 測試北京的兩岸關係 以及一中原則的這個底線是什麼 這句話就很清楚 我想解釋了一切 那北京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跟立陶宛 真真真真 然後突然就說 好吧那你要做 那我把你做降低 然後呢也做了許多就是說 應該是貿易上的一些 就是這個可能是停止 這個相關的合作 不過因為立陶宛跟中國大陸貿易 其實很少 因為它只有280萬國家 而且它也不是以科技 或者是一些工業建廠 所以呢它輸往跟中國大陸 在去年的雙邊貿易 多少錢你知道嗎 13.5億美金 哇那對中國來說真的是 很少 沒什麼影響 它主要的貿易夥伴是 俄羅斯波蘭這些國家 那同時美國呢 在中國大陸決定要把它的大使館 降為代辦級的 同時就提供給這個立陶宛 一個深水港的計畫當中的 6億美元的出口信貸 也就補了 補了這個 就可能立陶宛會在經濟上面 碰到的這個損失 所以立陶宛 這個這麼做 我想很多的原因呢 老早在1991年的時候呢 美國就是透過冰島 在打立陶宛牌 那個時候也真的叫立陶宛牌 什麼意思呢 就1991年是透過冰島 先承認立陶宛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1991年什麼事呢 也就是那個時候 蘇聯要正準備要瓦解的時候 那用這個立陶宛來去測試 那個時候莫斯科 對於這樣子的動作 是不是有強烈的反應 那結果呢 因為莫斯科內部 是葉爾卿跟葛巴欽夫在內鬥 所以呢就沒有做任何的反應 那因為這樣子呢 冰島成立之後呢 發覺沒有反應 就出現骨牌效應 那別的國家就開始陸陸續續的 成了立陶宛 那這個骨牌效應又產生聯誼效應 那像是波羅里亞其他的小國 埃斯安尼亞 拉脫威亞 甚至這些國家 別的國家開始都承認了 結果慢慢慢慢就脫離了 這個蘇聯的控制 後來這個蘇聯呢 就正式瓦解了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在1991年剛好30年前 30年後呢 美國發現到 咦 我們可以用立陶宛來試試看 北京政府 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 跟一中原則上 他到底能夠冷受到什麼程度 如果只是一個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他能不能接受 因為不要忘記喔 9月10號的時候 記不記得 那個習近平和拜登兩個人通電話 通完電話不到24小時 一天的時間 英國的金融時報 就有一篇報導說 華盛頓打算要 這個將台北台灣 駐華盛頓的這個代表處 叫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改名為叫台灣代表處 對 當然什麼都沒發生嘛 什麼都沒發生 那是玩假的 北京有嚴正抗議 對 但是沒有實際上發生什麼事 沒有實際發生 但是顯然那個抗議 他收到了 是 但他沒有死心 他沒有死心 再測一次 拿立陶宛再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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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重點來了 我們台灣 其實不要以為說 這個跟我們無關的 因為這個是在打台灣牌 果然當這三個國家 甚至擴大 因為接下來你看 是不是代表艾莎尼亞 拉圖尼亞 也會跟著做台灣 Needs Representative Office 對耶 其他波羅的海三小國 或者是跟台灣 目前沒有設任何什麼經濟 對 因為這兩個國家 我現在不確定 他們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 我覺得應該也不多 而且他們因為在這個 波羅的海這邊 一帶一路經過的這個線 這個航線 中歐班列的這個班次的這個線 這個路線 應該也不多 中歐班列這幾天公佈的數字 到目前為止已經開了 四萬六千這個班次 通往就是大概 二十五 二十三到二十五個歐洲的國家 有一百九十多條 就是說這個這個這個線路 所以呢 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可能波羅的海之下 因為地處北邊嘛 所以呢 就不是在中歐班列 或者是一帶一路的 就是說主要的這個計畫裡面 因此呢他們跟中國大陸 在貿易上 在運輸上 在這個一帶一路的這個 合作計畫上 也許比較少 我覺得也許愛沙尼亞 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愛沙尼亞在科技發展上 還不錯 但是呢 現在不確定 是不是這三個國家的議員 聯媚來台 就代表著 另外這兩個國家 也在做測試 也在做測試 那是不是在台灣 跟台灣也能夠去 在那兩個國家 開一個台灣代表處 我想北京 你跟中國也搞清楚 這個是一個台灣牌 那你如果真 他是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要在這個議題上 要劃一個停止線 對 這個停損的這些措施的話 你要針對的 不是說針對那三個國家而已 你要針對的 還是在兩岸關係 在台灣上面 因此當他們三個國家的議員 來的時候呢 27架飛機 就這麼飛過來 而且呢 略微的還轉向台 這個就是說 台東這邊的這個面向 對不對 然後呢 加上了運20 所以我們如果 在這個議題上 各位 你如果只是看軍事面 那這是一個展現的 能力的展現是沒錯 尤其是續航力呀 作戰能力呀 甚至遠征的這種 能力的展現 但這都是軍事層面 他的軍事的背後的戰略意涵 政治意涵是什麼 是其實是在告訴 也許美國 以及台灣 台灣還繼續在打下去 可能就遭遇到 就是說 這種具有更強作戰能力的 解放軍的反制 我覺得這個清楚的訊息 在台灣的媒體這邊呢 沒有明顯的展現出來 那因為對方 也不會這麼明顯的 把這個話講這麼清楚 因為那個講這麼清楚 那就太具有 外交的這種針對性 對 外交的針對性 就太真的要插槍走火了 對 因為就可能會慢慢的 這種就是 針對性會增加 然後中美之間 或者是說 跟這幾個國家之間 或者是兩岸之間的 這種敵對會越來越強 可是呢 也不希望說 這個 你誤解我的意思 我是不是現在 就要跟你這個開戰 也不一定是 所以 軍事有的時候 不一定是真的 為了戰爭目的 很多國家 包有軍事 不是為了自我防衛嗎 就像美國 其實也一直想搞懂 到底 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 它到底是真的要打呢 還是只是想要讓你知道說 我軍威武 我覺得兩個都有 我覺得兩個都有 因為基本上 那是針對烏克蘭 尤其它要確保 烏東地區 的這個就是說 那因為都是俄羅斯裔的 那烏東地區的 就是說自治 甚至呢 不排除將來 看這個情勢怎麼發展 烏東地區 它甚至會出兵 也有可能性 如果你看這一個 那是否則 從來 也有請 那一陣子 那是否則 那是否則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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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